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1年10月25日 阻击课场破合国米 周一凌晨 一甲联赛第九轮上演一场焦点战 国米坐镇主场迎战阻击 上半场 爱电 迪斯高破门首开记录 下半场最后阶段 后备登场的保罗 代巴拿12码破门搬平比分 最终国米一比一战合阻击 比赛开始 4分钟 哈根 查汉路骨开出右路脚球至近区内 米兰 史基尼亚后点头锤攻门顶高 17分钟 哈根 查汉路骨禁区正前沿接应米兰 史基尼亚的横传 顺势迎球抽射 球机中立柱弹处 爱电 迪斯高门前补射得手 国米一比零领先 23分钟 国米球员后场横传出现失误 祖安 古亚达度前场右路得球后向前带球 跑动中起脚远射 球稍稍偏出远侧立柱 29分钟 哈根 查汉路骨前场左路高空球斜传到禁区内 爱电 迪斯高中路头锤攻门 球弹地后被门将师萨斯尼没收 42分钟 祖安 古亚达度开出前场左边罚球至禁区内 第一点被国米球员顶出 阿丽丝 新度禁区左侧得球后再横传到门前 球被挡出后 李安纳度帮路撕窄角度抢射一角 球打高了 半场战罢 国米暂时一比零零先阻击 一边在战 一边在战 58分钟 拿达路 马天尼斯带球突破到禁区正前沿 跑动中横传给哈根 查汉路骨 哈根 查汉路骨迎球抽射 球被左击奥 截连你挡出 63分钟 国米打出一次快速反击 爱云 比列西中场左边路带球突破到禁区左侧 缓开角度后起角都射高出 81分钟 阻击前场左路高空球协传到禁区内 爱华路 摩拉达门前头锤针顶 球被门将艾斯汉丹奴欲击出 球正判罚爱华路 摩拉达冲撞门将犯规在先 89分钟 单速 杜费斯在本方大禁区线上批倒了阿丽丝 新度 球正第一时间没有表示 经过瓦尔提醒后 球正到场边观看了视频重播 判给阻击12码 国米主帅艾森杀击不满 判罚情绪非常激动 球正向艾森杀击出示红牌将其罚下 随后保罗 带巴拿操刀主罚12码命中 比分来到1比1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国米1比1战合足迹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